Flood 拦截到了路上PP战队的Cronium 手机好了起来 BRU通过这个车辆移行换位 这种老乡互相真是感情太深了 一个雷把Flood炸倒了 难道 被迫攻龙成功 这一波一个被补了 提前枪有机会一穿二吗 他补人勾引对方 对方在捏头中 哎呀出去又有燃烧瓶 最后被放倒 又被抽下来了 最后一个 枪还是很准的 这样一来的话 一个人单拉 BRU来了 这里在干什么 我来看看 他两个老个进圈踩点 两个老个过来拿分 我的舞台 皮盒里很远的一波戳把 小小的马啊 这个角度应该是露了很大一个侧身啊 Digory在过点的时候被打倒了 补掉 Digory之前也是INCE的队员 没错 这次INCE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我们世界赛 好像也是很小 有待优化的地方 但是情意很感人啊 兄弟怕不计嘛 是的 我看到Fate就不得不感叹 就是ID还是 这打法在这个强度的世界赛里面来讲 确实是越来越难行得通 刚服起来 都吃香 但关键是他打慢打即使 好行成功的接上了队友 LG刚才是清费 这顺手在这里堵了一手盒 小有收获 Code Marco一看 队友救不了了 直接把队友给主动出街 对面三感枪把自己架回来了 BBL只要打中了 直接 扔了个火 对好火 打中队友了 胆子这么大 可以锁在厕所 一个人只能就要拼一下 对不对 好像没扔进去 他希望趁对方打药没打起来 换了这个位置还不错 对 老六位 看他1897的 喷的这个节奏 就两发 换子弹的声音呢 有可能会被听到 其实我感觉 BBL并没有想再用这个 这个车的 因为他停的那个位置 就感觉已经是 上面突然间伸了个人出来 是的 但头顶上暂时火力不够多 Kickstar在这边再支援 反坡的躲一躲 很危险 小叮当 也是一个自己 但这个雷补到了 哇 这个雷完全是盲人啊 没有视野啊 就这种时候就是运气了 而且进城都是无奈而为之 是的 我能账上我不可能进城的 是啊 有位置带谁愿意去进城 那出城太难了 这里已经是有接触了T1和LG LG 上一把的防徐战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可能有观众在问 有 布加迪威龙还需要租911 也许 让他看上去平易近人一点 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Perticutti被透窗直接打了 完了这个问题很危险 后面有枪线 一楼有点呆不住对方 掩盖了一点点声音 换到了围墙 这波 他犹豫了 是的 他在想 去不去 队友有雷 你先扔吧 再莫奖 这一楼很难呆的 这种一楼的这种人啊 在对方有雷的情况下 真的就 让他爬一会儿吧 真的 太危险了 哇 整个北边的圈边上人好多 经济听到强声之后 也是从右边往左边再开拔 人好多啊 哦呦 DBS直接出脸上 不讲道理 厕所有人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 我只是 过来打个招呼而已 你就给了我脸上一发 是的 但是这个雷很准 卢克 现在好像是一个单挑哦 哇 好难选 难道 渣男转性呢 Pero渣的那个位置还不错 摆球阵 没有人看 耳机 听不到吗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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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过来的 滑过来的 左边还有烟 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封自闭烟 然后对方贴过来的时候你信息就拿不全 很难受 非常难受 最爽 对 其实是后来的队伍会爽 但是有时候后来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间把握 把不把握的好 是的 天梅现在全面一直寻找之后天梅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信息 看山顶已经在护卷了 EU跟无理男 在开车转移的路上石器掉了一个 这个是不能管的 烟倒是封的很多 直接穿透铁皮网 哎 他直接去骨仓 他要去骨仓 也可以 直接来一个大的 要就要最好的 是的 好另外北部 天梅看能不能夹击一波 EU战队 先让投注 武术后的位置炸了一点点血量 哎 没看到 看到了 没事没事 打掉了就行 波及不到 然后现在就剩下了特意的BRU了 两个人拉过来 第一时间没有秒掉 提前枪打一波 队友 倒了两个 因为这个 露露不强了 露露不强了 加上CRAZYR2的枪线 是的 但是小海这边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 露露能摁住吗 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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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拿着皮皮掰着 我刚才就感觉Yuma唱的声音有点怪 完了 Eddy把1-2给打了 怎么拿了一把这个东西 穷啊 没必要有卡住高点 看露露能不能尽量换点分吧 嗯 他还有五个包 炸完这个还有四个 这辆车衣还是能用的 兄弟还有包 对因为这个蓝车会赶着BRU往前走 那么自己利用载具的这个空间 稍微就大了一些 是的 多大地方 但是确实也很难移动 因为这个圈 六圈上是肯定扛不起 对肯定扛不住 但是WCA一开始从左边 摞到右边 这个事情DRU是不知道的 山上就只剩一队了 对吧 就是跟刚才咱们分析的差不多 就山上最多带两队 现在只有一队 其实胡编是可以 DIY是在刚才实际扎过那个测头 还打不上了 他基本上走不了路了已经 这个蓝圈伤害 六倍进DBS 一个 两个吗 喷偏了 哎呀 这时候还不是补掉的 嗯 是的 现在有一个会拖他的队伍就是 DIY 这个时候17要做的就是 他希望留股仓的这个人啊 他能够 这个时候肯定要打梅花庄的 城区战了嘛 已经是最后锁定了 而且看八圈要缩哪个地方 原点北边没有车的WCA K头 是的 来 K到了 目前第一个淘汰 那17其实也没有拿什么分数 B进城了嘛 确实也没有什么拿分的机会 KK不到 没有脸贴脸的战斗 确实没有什么手段能够拿分啊 就只能看最后这一波贴脸的时候 能不能换了 另外也进不来了 好 没开到 目前四足鼎力 约进满边B 这个提前的预判雷 炸成了丝血很危险啊 C进去了 这个雷漂亮 小鬼的这个物理学啊 这什么集合学啊 非常自信的手雷 然后又是炸倒了smash 不对就是这个人 对 只能翻窗 这颗补掉了 侧翼的话 小五那个位置架的太死了 根本出不了 这门是别想进了 拿掉 一颗预判雷 也行 炸到一个 可以 Code Marco就一丝血 再给一颗再给一颗 17兽再捏雷 哇这老哥 一个大电脑直接打满了 也很多 而且 矿的话随时要注意自己头领上 无科的信息 被抢了 这个角度就是挺难的 是燃烧弹烧倒的小五弟子 Code Marco的分数是拿掉 是的 目前还剩两人在场上 嗯 是我的血了粉残 现在只能等卢克 是 你想好了第二名吗 他就要真爹 他想好了 他没有做事情大分 测试被抓了 这个反驳太激劲了 卢克出跳 哦 哇 一打一 对不起卢克 对不起卢克 卢克最后 卢克的出手时机 堪称完美 天啊 堪称完美 完美 不愧是澳大利亚